下去吧 先生 您真不准备管小的了 我可管不了你 换个人管滚吧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国法里好几条 还是我定的呢 你让我怎么管你 对不对 对 那我也不怕他们 怎么着 到公堂上 你还准备 把你跟皇上那点交情 再搬出来 这 到时候再说 如意啊 你这回啊 这板子是跑不了了 这冲军发配呢 我倒是能帮着忙 想去哪儿啊 想好喽 回头跟我说一声 我给你安排一下 胆小怕事 薄情寡义 什么人啊 我会派人给你送牢饭的 你喜欢吃什么来着 我不稀罕你让人送饭 饿死我拉倒 刘伯温接旨 大将军也接到了皇上的旨意 接到了 四皇子分封燕王 圣上特开恩科 凌选北地的财俊之事 先生恰在此地 权宜行事 主持监考 皇上这次啊 以四皇子封燕王为名 特开恩科 其实是想借此啊 招纳北方世人 给他们一个尽身之介 这个事啊 办得好 能招贤纳事 办不好啊 反倒引起很多官场的纠纷 大人说的是啊 听说道远和尚到了 就住在将军府 他是为燕王啊 查看一下府邸 为旧藩以后做点准备 在我这儿住了一晚 现在已经挂西去林光寺了 前朝旧宫正好利用啊 但是规制上 这不是你我操心的事了 来来来 喝茶 喝茶 兄弟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 想来想去 还是得指望哥哥 兄弟 实不相瞒 那次回来 我也被上头骂了个狗血临头 还罚了我三个月的军侠 怕是 兄弟 兄弟 算我以前瞎了眼 我没你这个朋友 太爷 我看今儿这营生 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呀 你还怕钱多了咬手是怎么着 不是 那咱怎么着也得让关卡那边的兄弟 收点银子好交差不是 行 再干一档子 您您给我过来 你们干什么呀 太爷 来了 是 这马呀 停了你 走走走走 买卖不销 好好敲他一下子 得嘞 走 没问题 撒起来 你们干什么 就等你们了 来来来 走走走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喝杯茶 走走走走 干什么呀 来来来 您就歇会儿啊 请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搬凳子搬凳子 好好好 你们干什么 快走快 往那边去 走走走 走走走走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别吵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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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跟你们说 不是 你们 客官是第一次来我们顺天府吧 看这眼生 不过不要紧 一回生 二回熟 上茶 上茶呀 等等 不不不我不喝 你们这到底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我们就是想给客官省点银子呀 就是 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呀 前面不足五里 就是卢沟桥的关卡 通常货物要十一抽税 茶铁丝麻 要八二开 海外珍奇 最高能到六四 想必这些客官您是知道的呀 哪都这样 怎么了 叫我一半睡饮 保你过关 这能行吗 当然行了 我们都是干这个的 就是 客官你是第一次来顺天府 没经历过 往后多跑几趟就知道了 那些长走这条道的老客们 都是咱朋友 这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吧 自会有人带你进城 不过多走三字里路而已 你想想 哪个挖算 想想想 不过这一半睡饮 还是有点多啊 多 万一被交给卢沟桥关卡 你这账怎么算的呀 怎么算的呀 好吧 这就对了 嗯 带路 走走走 跟他跟他 走走走走 跟上跟上跟上 跟上啊 走 后面别落下 都跟上 跟紧点啊 跟上 干什么呢 小明刘毅 在这有个案子 是来削牌的 刘毅 啊 上面 没挂你啊 没挂 我也来了不是 麻烦哥哥进去看看 大老爷要是有空 就把我的案子结了吧 你好大的口气啊 府台大人 是你就能随便指使的吗 有票吗 票上写的是哪天来 你就哪天来 哎呦 那就麻烦大哥 知会一声 就说我刘毅来过了 他府台大老爷不得空 然后我又走了 嗯 去哪啊 回应天府 当我的丐帮帮主去 哎 哎 我说你当这什么地方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小子 你要是这么美 这么说我可就得扣你了 接了牌 无故不上堂 那可是一项罪过呀 一甲五棍 你倒好 还自己跑到府衙门口来说想六号 最佳一等 是啊 要跑路也不是上这说的呀 哥哥 嗯 我看这小子八成得了气迷心了吧 你才气迷心了呢 哟 怎么着 把了 等等 识趣的 识趣的 咱给他只挑名路 哎哟 哥哥我笨 怎么才算识趣啊 哟 嗯 哦 明白了 哈哈哈哈 叫狗呢 哎 可这儿也没狗啊 哥哥 我看今儿个碰上个嘎杂子 想跟咱们兄弟玩玩啊 玩玩玩 啊 哎哎哎哎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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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啊 这我能不明白吗 算你聪明 嘿嘿 嘿嘿 回来啊 就当你没来过 我们呀 什么也没看见 不给 就捆你个猪船亭 先扔到牢里 睡两天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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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皮没有 哎呦 干啥呢 哎呦 哎呦 稍微让你找找记性 且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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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先生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哎 就算是先生生气 你也不能赌气啊 不是我赌气 兄弟我就是想看看 我要是真的进去了 先生到底管不管我 今天要不是遇上我 你可就真进去了 是啊 怎么那么巧呢 可不就这么巧吗 不会是我家先生 让你暗中跟着我的吧 我说你想哪儿去了 我呀 也就是刚好啊 从那儿路过 看 回大人的话 末将已经安排他在营里睡下了 还是满腹牢骚 这回呀 让他知道点厉害 不然以后会惹大娄子的 不过小兄弟 他为人义气 也和末将非常对脾气 来 高将军坐 高将军啊 我看你倒是个沉稳干练之人 怎么那日也闹到了县衙呢 实不相瞒大人 是为了出污 积在我心中多年的一口恶气 你跟那个县令有仇啊 这一切还要从那卢沟桥说起 几年前我曾在桥头代哨收税 就发现有一伙人在前面截住客商 打肩未料 然后领路绕过咱们这道关卡进城去了 我心里气不过 几番上告县衙 可是那县官却是一问三不知 再三推诿 这边是收不到关税一再挨罚 那边是县官揣着明白装糊涂 末将可是没少因为这事受瞎板气 你觉着那个县官他是知情的 肯定知情 只是我没有抓住他的证据 不过这次听刘大人说要整栋关税 末将是打心眼里高兴